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是普通人 道理懂 但如果都要去做 就很为难了 而生肖牛的说教只能让自己的整个好心情都废掉 所以还是选择远离生肖牛算了 生肖龙生肖龙优点不少 比如聪明 有能力 对人一般也不错 若是作为陌生人 通常都能够感受生肖龙性格上十分完美 是朋友的极佳人选 但只有真正相处了才知道 生肖龙远不止表现的那样 首先 生肖龙往往十分固执 他们认定的是 谁也改变不了 作为他们的朋友只能支持他们 其次他们喜欢干涉朋友的生活 希望朋友按照他们认为对的方式去生活 再次 生肖龙往往是有点高傲的 很多时候 他们会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 而作为他们的朋友 往往是没有不能有太多想法的 否则冲突不可避免 而这是绝大多数人难以接受的 所以 虽然生肖龙平时看着颇受欢迎 但真正的朋友却积少积少 生肖狗说到讲一起 人们通常都会相当生肖狗 同时最为下属 他们往往也是忠诚的代表 因此 很多人都愿意把他们作为自己优先交往的对象 但是 想与生肖狗当朋友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倒并非生肖狗对自己的朋友很挑剔 一般人难以被他们看上 恰恰相反 他们其实很喜欢与人做朋友 但是 生肖狗的一个缺点 让很多人没相处多久就退第三社 这个缺点就是嘴巴太臭 众所周知 生肖狗往往性子很直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很少在脑子里绕一圈 而正常人都是在乎脸面的 所以 除了极个别心急大的人 一般人都受不了生肖狗的毒舌 常常几句话一说 就直接摇头放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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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